它有胃寒寒占 全身肌肉酸痛 自己测一下体温是在39度5到39度6之间 在住院期间大概过了三四个小时 这个病人就出现了规律性的公缩 所以这个孕妇感染 考虑还是吃了含有里斯特菌污染的食物 然后这个细菌就定制到肠道 从肠粘膜 然后血流感染的全身 最终引起了泰盘泰膜 一直感染了泰尔 它是怕热不怕冷的 像在零度甚至零下二十度 都能生存期能长达一年 满云之前喜欢吃一些日料什么的 前一天的话我们就去宁泰那边吃了一杯